民進黨主席柯文哲被收押第四天 現在傳出來最快 可能禮拜一就會檢方再度的提訓柯文哲嗎 這是來自媒體的報導 律師分析檢方親自到看守所就訓 是方便快速比對證詞 省去外在的風險 外在風險是什麼 就是出來又有小草的抗爭 或者是外面的各種喊話嗎 所以小草今天的重點是 要號召北上集結救阿伯 小草們可以救阿伯嗎 我相信要靠自己的證據力 以及自己過去的形式風格才能救自己 小草是給他一個贊心 跟相信他的清白 所以民眾黨是最大集結地 台中黨部主委江河樹發起的集結令 今天一共開了16輛遊覽車 晚上準備要到台北來挺阿伯 這16輛遊覽車北上聲援 就有兩位高中士在車上 還拿著準備考大學的書 一邊K一邊搭車 他說希望實在是受不了 媒體都在打壓 柯文哲一直在吹阿伯 完全沒有公正的報導 他很看不下去 所以決定一起上台北來聲援 民眾黨發出了這個集結令 今天晚上6點半 要在立法院群行樓外面集結 號稱2000人嗎 還是有多少人呢 張祈凱說他特別感謝 這段時間有很多人給他的聲援 他要求國民黨主席認為程序要正義 司法要公平 在這個部分 藍營也給了很多的支持 尤其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當性太重要了 館長繞人 他說至少要繞到5000 1萬人嗎 聽聽他怎麼說 Maybe保守一點 Maybe5000到1萬吧 這幾天這樣新聞這樣洗 都被影響到大多數的人 但是我們盡力而為 現在所有人都在K他 你因為怕漏氣 我去沒人會漏氣 你就不去做吧 秉立文他有什麼漏沒漏氣 就是跟他倒三天啊 跟科威之有關的直播 各種斗內的數字可以看一下 從8月26到9月1號 第一名到第8名 有6名都是挺科的 第一名的館長光丹州的斗內 就捐贈的數字就有50萬 所以當然很多討論 是不是因此下不了車等等的 但無論如何 現在整個司法偵辦的進度 要證明他的清白的時候 要叫小草出馬 其實也不見得那麼容易 其中這個組織部的副主任 昨天我們看到他在畫面上講 要求都要出來 那不出來的話 好像對不起民眾黨一樣 那個談話讓很多人不太滿意 那年輕人還拿來酸 他說民眾黨這種講法 這種做法就跟邪教差不多 那當然也比比過去蔡英文的做法 蔡英文總統曾經說 台中人要向林家龍道歉 那或者是說吳秉瑞說 不爽的不要投民進黨 無法不鄙視花蓮選民 這誰說的呢 前立委段儀康 對於選民的情緒勒索 更是厲害得多 所以比較起來 現在柯文哲現在雙簧 有各種揣測或者是 認為黨內還有競爭暗潮汹涌的報導 認為黃珊珊跟黃國昌要拼上位嗎 黃國昌當然說這是見縫插針 但小草今天晚上到底提接多少人 其實是關注的焦點 還有多少人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願意挺他民眾黨前立委說 目前最大的衝擊就是 下一波想選地方議員的黨員 如果民眾黨的招牌好不好好用 會成為判斷的基準 靠航過的人只不過是換過一次政黨而已 也是最容易鬆動的一塊 會不會有小草跳船草 這個很重要當白銀線危機的時候 綠銀開心了 他們現在推富裕小草計劃 派系人士還特別跟媒體說 民進黨現在密集有青年活動 就是在呼喚 召喚這些小草 有距離的大概還要2026年 說不定還可以驗證效果 要把回頭草找回來找得回來嗎 兵哥當然今天的這個網上的集結 民眾黨希望展現氣勢 評估這個氣勢的呈現容不容易 我覺得恐怕沒有像各界所講的這麼 會集結出這麼好的氣勢 因為你看台中江和樹 他本身也是有實力的地方人士 他拒絕16輛遊覽車 16輛遊覽車很多 也沒有多少人 幾百人而已 對不對 然後 如果按照目前這樣集結 管說他可以弄個5000到1萬 是有這樣嗎 如果現場有個1萬人左右 那看起來人就很多了 但是能不能集結 就要看民眾黨 自己的動員能力跟本事 但是我覺得 現場能夠動員到多少人 其實不是這個案子真正的重點 重點還是 民進黨到底能不能很漂亮的 毀滅掉柯文哲的人格 我覺得這才是整個關鍵 其實柯文哲有沒有去坐牢 也不是民進黨真正關心的事情 民進黨真正關心的是什麼 是怎麼樣能夠把柯文哲整個人格毀滅 把他過去整個人設全部推翻 這目前進展到現在 其實有一些是成功的 比如說柯文哲過去 常常跟我們講的這些什麼 不要跟大老闆接觸 什麼這些政商關係 就是拿刀叉吃人肉 結果現在已經被證實了 他自己私底下 跟這些大老闆也是一樣 有吃有喝唱卡拉OK 什麼都來 所以柯文哲這一部分的人設 已經破滅了 但是問題就在最關鍵的這個東西 他到底有沒有貪污 目前民進黨辦到現在 搞得這麼難看之後 到現在為止 還是只能用圖利罪辦他 而且是沒有金流的圖利罪 這個其實如果到最後 真的整個案子 就只有這樣走的話 老實講 我跟你百分之一百 就是一定會被外界定義為政治追殺 講實在話 雖然柯文哲自己做的也不好看 可是問題是你找不到金流 你就用這種東西去辦他 那抱歉 那些小草是不可能回頭的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沒辦法之下 才現在不斷的剪掉對外放話 不斷的對外放消息 然後動員這些媒體 不斷的去告訴大家 今天一百七 明天七百 後天一千五 就在幹什麼 就是不斷的做人格混滅戰 要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有掌握金流 可是真的有嗎 到現在就是沒有 所以不管你是要就訓還是提訓 你如果找不出金流 那抱歉 我覺得民進黨這一戰 搞不好會得到反效果 因為你對柯文哲追殺過頭 而且手中證據不夠充分的話 你反而讓年輕人看破民進黨的手腳 恐怕更不願意接近你們 那當然林昭映那天 他講那個話是太過頭了 好像在批判自己的支持者一樣 那當然他自己後來也認錯了 認為他當天口氣太急 可是林俊憲想要見封插針 我就覺得太好笑 要講邪教 在台灣誰比得過民進黨 民進黨是台灣最有名的 最大的邪教組織 跟詐騙集團組織 台灣為什麼這幾年 詐騙越來越盛行 就是因為你民進黨本身 就是詐騙組織 你們自己沒有騙人嗎 你們天天都在騙人 天天都在鬼扯 天天都在用邪教的方式 煽動群眾 不是嗎 民進黨向來都是這樣 台灣最早用邪教信徒人模式 去帶領自己的群眾 就是民進黨 你還好意思講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個笑話 但是問題是 重點還不是笑話不笑話的問題 重點就是雙方必須要 最後的關鍵 最後決戰的勝負 還是在證據力的問題 你找不到關鍵的證據 那抱歉 你民進黨在辦什麼青年集中營 在辦什麼東西 我認為都沒有用 回不來了 回頭草也不會出現 其實你們最近有去注意到 民進黨辦這些青年營的話 來來去去 就是他們自己動員的那些人 都沒變 然後講得昏昏暈去睡 台下睡了一整排 然後自己也講得異性藍山 然後民進黨到現在 其實被人家看破手腳的是 他們找的這些講師是誰 王毅川 李政浩 要不然就是四叉貓 這種人 這種人能講出什麼東西來 那個還不是邪教組織嗎 這種傳教例行嗎 真的能夠讓年輕人相信你們嗎 所以真的不要鬧 我個人是覺得 在野黨必須要全力去突破這一點 這跟你喜不喜歡科文怎麼有關係 而是民進黨 今天能夠用這種方式 鋪天蓋地的去毀滅一個人 以後他就什麼東西都敢做 什麼東西他就會為所欲為 所以在野黨如果到這個時候還不團結 還在被人家那樣見鋒插針 那到最後在野黨就是自取滅王 旺子兒過去阿伯不是不只一次講過 他說他的支持者大部分是高知識分子 所以這一刻你要叫小草出來挺你的時候 是更需要一些理性的說服 人家才決定要不要挺你吧 而且看起來我剛剛看 剛剛下午的新聞片段 現場的人並不是很多 那也看得出來 因為今天也是禮拜天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跟事情一點沒差 跟柯文哲的人設在前一波 已經被毀滅了一半 這個大有關係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柯文哲那個假帳風波跟 買商辦 看豪宅 這是確定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或多或少 已經影響到小草對柯文哲 或是對民眾黨的熱情程度 他或許沒有說我不支持柯文哲 但是他會轉為比較觀望的心態 去看民眾黨 去看柯文哲 這一來一往其實就影響非常大了 你說選舉或是支持一個政治人物 需不需要熱情 當然需要熱情 像今天這個場子就是需要熱情 可是你看過去民眾黨 可以在凱道集結30萬人 集結好幾萬人 今天居然要動用到遊覽車 呈現出來就是 這個熱情程度就有明顯的差別 當時在1月12號 當天的凱道的時候 他不需要這樣搞 他不需要說我各地發動什麼遊覽車 基本上都是大家自發性的 所以你就比較出來 現在的民眾黨跟當時 選舉時候的民眾黨 這個熱情程度是有落差的 再來要談一下 我覺得現在民眾黨的最大問題 除了柯文哲的人生之外 就是他對外的公關能力 這個是最大問題 他其實黨內有一本教科書 我覺得大家應該跟他學習 這個人叫張祈愷 你看張祈愷 我覺得他做了非常完美的公關示範 他不管是對國民黨 或是對媒體 他都是好聲好氣的這樣講 我說真的 民眾黨裡面非常多的戰狼 或是一些可能希望主戰派這些人 你這樣會塑造這種緊張的關係 你會把同樣是在野陣營的 這些朋友越推越遠 但是你看張祈愷的 這個高度完全不一樣 他這樣講之後 其實大家會 至少不會對他有怨言 至少說 大家也會覺得說 可能彼此疼愁一下 不會說我今天 就是因為你這句話惹怒我 所以我今天你出事 我又不挺你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過去藍營出事的時候 民眾黨怎麼講 民眾黨基本上 或是柯文哲 基本上沒有算你兩句 都算歐彌陀佛了 所以當民眾黨出事的時候 我覺得藍營也算厚道 比較沒有在落井下石 你說真的 你看一下綠營那幾位 每天在節目上 或者每天在黨團裡面 或是幹嘛 每天張牙舞爪的 藍營相對厚道 因為過去藍營吃你白營的虧 也沒有少過 可是你看在這個 最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大家沒有對你落井下石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林昭映 還是民眾黨這些發言人 其實應該多多學一下 張祈愷他的高度 他說話的方式 他說話的方式 就讓人家覺得很舒服 我相信國民黨 看到張祈愷這樣講話之後 其實心裡會覺得說 這個也不會覺得有盲刺 或什麼之類的 也會覺得我們也是當朋友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民眾黨要改掉一個習慣 就是你不要每次都用 戰狼式的發言來對外這樣講 你對民進黨可能沒有問題 因為反正民進黨已經這樣搞你 那也沒有問題 可是你對其他的在野黨 或是對一般的民眾 或是對媒體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你只會把你的距離 跟人家越推越遠 有一個這麼好的模範生示範給你看 你們還學不會嗎 你看林昭映這樣講話 其實坦白講 就兩個字 急了 就是急了 你今天不急的話 你會這樣嗆聲說 這個你們週末都不出來 出國了出國 這個有事的有事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講 因為這種聚會 這種活動其實都是自發性 你今天如果自發性有人來 那代表沒問題 你民眾黨還是有實力 可是你如果人家硬逼 三逼 還要讓人家嗆聲 你只會讓人家看破手腳而已 的確坐你旁邊的國民黨 文權會主委 發言人 從頭到尾都是溫良公檢讓的 從來沒有口述二言 對於柯文哲這個事情 我第一時間我就說 這個檢調再壓人取共 我覺得有沒有正式辦案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剛才韓濱講了很多就是說 國民黨未來在立法院 要怎麼樣去做 我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我個人觀察 我認為賴清德的策略 其實他一方面要告訴大家說 我藍綠白通通辦 我要打樹灘的形象 但是事實上 他利用很多不同的手法 在分化在野黨 這個會其實在立法院 有這麼多的法案 特別是人事案 包括大法官 我覺得我們更要合作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說 民進黨老師 藍白合作 藍白同流合污 民主國家 在野黨聯盟 來監督執政黨 這不是天經地義 所以我應該是說 除了藍白合作 我更應該說 這個會其實接下來這兩三年 恐怕是更緊密的 在野黨合作 來監督阿拔的執政黨 不要忘記 賴清德他現在是雙少數 他為了就是鞏固他自己的權力 剷除他自己的派系 然後接下來這個剷除在野黨 無論是柯文哲 或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這就是他背後 他自己現在擁有的工具跟手段 他無所不用其極用到最高點 所以在這個階段 無論是怎麼樣讓司法 人民能夠信任 包括每一個大法官 一任就多少年 我們當然更要在這一塊 我們更要好好把關 然後再回過頭來談民眾黨 不管今天晚上 我覺得人數人多人少 我覺得民眾黨都要想辦法 過去是一人政黨起來 接下來這個政黨可不可以 有沒有機會可長可久 我覺得都要想辦法走出一人政黨 我更認為譬如說 接班的提示要儘快的出來 雖然很多人都說 他不應該有接班的提示 但是當然民眾黨有他內部的問題 包括他的光譜很寬 有沒有內鬥的問題 這是民眾黨內部事務 但是當你一個政黨沒有頭的話 你就很難有一個其中的焦點 跟其他在野黨去做更好的溝通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會期 我相信合作是絕對有默契 我們也會在每一個議題上 在野黨做好更多的把關 但是我覺得在現階段 身為大家都是在野黨 我覺得我們希望民眾黨 能夠盡速的站起來 建立更多的制度 讓民眾黨可長可久 現在網路上很多猜測跟版本說 那辦完阿伯 下一個是誰呢 難道是陳其邁嗎 待會我們來談高雄